一文活动为了让民众一窥台湾玉的历史发展 花林县文化局自去年以研究策展形式 举办玫瑰石特展 日前在花林县石雕博物馆带来玉建丰田 台湾玉研究特展 展出了台湾玉的发现 采集、收藏与创作等多元面貌 而今日期展出到6月30号 也欢迎喜爱玉石的民众不要错过 花林文化局自去年举办玫瑰石特展 今年已在信实器时代 就已风靡世界的花莲特有种台湾玉 在花莲县石雕博物馆 侧办玉建丰田台湾玉研究特展 日前开展 展出台湾玉的发现 采集、收藏与创作等多元面貌 只要其展出至6月30日 竞争不严重 人家来几千万亿玉 有些人说台湾玉万岁 台湾玉万岁是将来 万万年、一万年 我们怎么去延续它 所以说我只有台湾玉 做钱玉万和大家说 有十几个有工资 认识说你们大家要 家富的资源 去发扬 将来几千万亿玉 人家计量说百亿玉 哦 那个朝代做很多贪费 我们也会反映那些东西 所以我这次尽在复原中 大家去考虑一下 花莲真正非常重要的台湾玉 就是花莲玉 就是缝店玉 所以这次我要谢谢文化局 在我们整个策展的时候 第一个把矿麦找出来了 就是在老老山以前 曾经有非常多的人在老老山里面工作 而这几乎是应该有六百人以上 之后它采矿出来 之后到哪里去查工呢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枝雅干遗址 而枝雅干遗址也是现在 我们在做体验文化深度旅游的一个点 让大家可以进到枝雅干遗址 可以真正的去视觉 去跑蛙 而真的发现人的微小 人的渺小还有历史的伟大 我们没有参与过以前 可是我们可以在这一块土地上 我们可以共同来这个视觉 视觉我们的考古引致 国内两位国宝及玉雕艺师 荣获文化部公告登入 人间国宝的黄浮寿 以及现年八十多岁人 持续创作的黄艺雄 也齐聚开幕现场 而展场分散大展区 诞生台湾域的来石鹿 立直台湾域的DNA 以及闪耀台湾域的湿金石 前半都过历史脉络 科普产业及艺术文创三条周线 邀请更多民众发现 华联自然矿产的丰盛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